其實我一共見到四次 在一撞到你心裡已經超乎紀錄 一生見一次已經很不得了 而你可以見四次 相信我已經在香港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見得多 但在我朋友裡面已經離譜了 我覺得我見到這麼多次 尤其是這次拿著張國華的照片 那個感覺令我不宜 可否可以 因為聽他曾經說過 有人請過他來 我們希望以弘法 撇除所有政治 以民族和諧的精神 可否可以請到他來香港 如果請到香港的話 換言之可以有機會進一步 或者進一步的嘗試 希望香港 香港讓他第一次到香港 回到中國土地的門口 可否可以 這就是我們唯一希望想做的事 可否可以 我們現在不知道 你們都說 因為之前的報道 說他可能會有機會來香港 其實他本身應該是來的 當時我跟一間寺院說了 如果大家來香港 可否可以在你那裏住宿 我拿到口頭的答應 我不想說哪一間自主 免得嚇到別人 方丈我說可以的 問題是要真的來到香港才決定 來香港有很多細節要處理 包括他的住宿 包括他的安全 其他他見信眾時怎樣安排 場地 場地我們現時希望有一個 開放大一點的 或者類似政府大球場的地方 我們現在甚麼都不敢動 只有一個概念在這裡 日期預算是九月 但九月只能給政府一個時間 以及給他們一個時間 不要說來香港沒有時間 好像不太好 但時間可以改變 至少有一個時間 有一個實質 這是我們最想表達出來的 中間困難有甚麼 好像到你現在安排到目前為止 現在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們要等 第一 等專司裏面的答覆 要等 跟香港政府申請了 香港政府申請了 我給我們一封信 封信等於 答案已經沒有答案 一切都以合法途徑 如果合法的話 就不可以說非法了 但我們拿到專司的明確 那個訊息 要怎樣 來甚麼時候來 以及用甚麼方式來 以及參與甚麼活動 我們原則上可以想一個宗教式的形式 或者以一個世界和平 四海和諧 和平共處的形式 就是希望聯絡各大宗教 比如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或者道教 或者以斯蘭教 希望能夠請到所有這些 莉莊領袖 和專司一起做一個祈福 為全世界和平 或者為民族和諧 希望能夠做這些意識 看看當時我們 或者再有甚麼主題 會根據那個再選擇 有些記者問過 在大拉麻辦公室問過 他離港這件事 但他們說沒有這件事 你覺得 是 因為為甚麼 第一 可能他們都不會貿貿然表露 亦是等現在我們有人喊出來 有個訊息 亦都是我們會考慮 當然大拉麻在世界上的敏感度 他會走到哪一步 是對任何影響都會出現 所以他們亦是保護性質 是不可以貿貿然來與不來 我們亦發出了一個呼聲 呼聲出來之外 是有多少人很想他來 要靠民眾和群眾的反應 令到他們覺得適合要來 如果只要去來 香港人或十三人 不是 沒有人喜歡他來 變成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存在 所謂發出呼聲 希望十三人的人 希望這是我們一個大家庭 我們怎樣要用我們的呼聲 去吸引他回來 一個在外面的人 如果是他自己回來 你沒有任何呼聲 拍手他回來 他回來是不爽的 你知道我明白我的道理 所以我們這次要發起呼聲 希望能夠十三億人的認同 或者民族和諧的關係 希望能夠做到一點點 令到十三億人都有拍掌聲 希望能夠有一個很好的原本的結果 現在你覺得反應是甚麼 反應是開始有些反應 加上我們要儘量表達到 是十三億人民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反過來後對我來說是沒有重要的 是想做十三億人 民族的大問題才是更重要的 所以變成不是我 或者是會的問題 我會是很厲害的 打回來是沒有意思的 而是十三億人開心的 才是我們最想要的 你覺得現在中國的情況 即他有一種政治情況 會否容許到他離香港 當然有一定的問題存在 為甚麼 因為現在 不要說我們最高的領導 是現在在統領中 或者管治頓西藏的人 他們本身有一個 幾得利益在那裡 但打回來之後 他們會怎樣 永遠有利益的衝撞 是不停會做一個很大的阻礙 你十三億人喜歡他回來 但有幾一次小說的人 可能是不喜歡他回來 這一個問題存在 所以我們怎樣能夠化解這些問題 就是一定要靠十三億人的力量才行 即將歷史如何推前 是能夠將大利益為主 小利益可能要放開 希望將所有的 今次如果能夠回來 我們將所有的政治 任何的利益分開四 以一個宗教形式 又以一個民族形式 就不可以再說任何的條件 因為一天有條件 永遠都做不成事 好像如果特朗普回來 當時聽到有信息 有人和中央在談 大家都在說籌碼 一說籌碼 一一一一一對立 一一一對立之後 永遠都談不到 所以希望這次沒有密歸籌碼 沒有任何要求 沒有任何規則 一定要專搜 是一個平等 或者什麼都不要管 是一個民族和諧 可以來一次 第一步 看看行不行 這是最重要的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新領導人有半戒 之後可能西藏外邊有些緊張 然後這幾年來種種不同的變化 加上之前有一個在中央黨校的教授說 其實應該被戴阿拉曼尼 你覺得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會否已經表現了一個情況比以前更好 其實應該比以前更加開放了 開放了這就是機會 如果機會不把握就錯過了 錯過了就是一個歷史的遺憾 加上達拉曼尼斯的年紀 開始暴入老賣的年代 如果能夠在未完值之前 能夠回到中國 13億人的意願應該是很濃厚 你說其他都沒有意思 如果回到中國 問題更加複雜 現在能夠令西藏人 心裏有尊敬的人 我想達拉曼尼斯是一個最高的 其他我相信 如果大家聽到有班禪 但他們的聲明不是沒有 但起碼一說就是達拉曼尼斯的 因為親自去到西藏 我感覺到 我最後一次去到西藏 在拉曼尼斯曾經拿了兩件紋禁 希望會寄給大家 給大家一下這些是甚麼 當然我不是偷的 是隨手可執的東西 希望讓老人家看到 這些東西是你前來的 這些東西我將會給你看看 希望我們可以盡做 其實你對現在新的中國領導人 他可能轉軚 對大亞拉曼尼斯相關的事 有所轉軚的話 你覺得 你覺得是否一個可以達到的 可不可以我們不知道 只是我們有一個機會 我們即是門口開了水 我們容易開一點 開了門口我們怎麽不進 這個機會來我們就希望不要放過 也都是看到上面領導 即是領導階級 開始有些叫做沒有干預 很簡單 今次我們發出這個消息 是沒有受任何干預 沒有受任何打壓 明白了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是希望向好的方面看 除了被特拉玛看到 我們會發出呼聲 亦都是被中央看到 我呼聲出去了 如果你有甚麼信息 你不出聲 好處是甚麼 等於香港政府 你又行不反對通知 我們聯繫這個意識去理論 就覺得是一個比較似仰 有機會的事 你覺得北京現在是否有注重這宗消息 我相信有 我相信有 因為凡是特拉玛的消息 在香港發放 當年他們都頗緊張 緊張之中 我沒有受到任何的壓力 或者受到任何的 你不要說這些 初初我聽到消息說我撞毒 自從我說之後 民族和諧如何撞毒 而且第一次跟蘋果記者去到 他們說特拉玛特意說 當時罵中央政府 你不要說13億人民是傻的 他經常說13億 他認枯定是13億 他才說13億人民的事實 我們13億人民是傻的 意思是我已經聽到很多訊息 以他表明一定是不可能的 因為在今天身份 他現在的位置 是不可以隨便說其他事 是我知道的 你有沒有跟北京的人聯絡過 或是有關於這些事 所以沒有 為甚麼 我預計了會有人下來 或者我一次出了這麼大的事 他多不少都會聯絡我 你怎樣搞 如果真的要埋位時 一定會有人下來找我 但現在暫時都沒有任何人來跟我聯絡 但沒有人又打壓我 我任何人去騷擾我 沒有人去理我 所以那幫貴倆我一切治癒 都可以 即是當你是需要反對通知 我當是 因為沒有人去喊 沒錯 那現在你們進行的項目是正在計劃 正在計劃 正在計劃 因為我們要做事就做了 即是呼聲化了 即是等現在慢慢消化了 以後我們再慢慢在民間裡發出一個比較逐步的呼聲 慢慢慢慢要放大一點 希望大家知道這個意識 如果能夠有一天民族真是大無暇時 我們中國民族的心情 起碼不會先對敵 親自我聽到 當地我去達拉麥下面的居民 即那些狀包 其實我們都想回來 其實我們都要你賠 你賠了多少賠不到給我 即是那時候你的手段做的事是 連我們都不跟你追究 我想回來有一個地方 有回原來的位置 就是他們的思想 始終中國人的思想永遠都是想歸價 這是一個事實 我感覺到他們永遠不會在別人的地方 是寄居一個永久的時間 始終有一個時刻終結 回原居地 根在那裡才是根 所以變成今次希望能夠在 除了達拉麥專師有生之年 希望生之年 希望能夠真是 如果人家回到達拉麥 就真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在民族裏面 但如果真的不行 就很遺憾 機會已經有了 我們已經去爭取了 亦相信沒有誰敢去爭取 我算是已經瘋了線 你信心永遠有 信心永遠有 但機會率高不高 就要視乎是很多方面的配合 你信心有 但有機會 或者大家 即是 你自己做和時佬 這個不肯 那個不肯 要搞到兩個兒子 只要一段時間 不過始終我就要盡量 逼他們的時間 我還想問你覺得你這個組織 和其他西藏組織有甚麼不同 其他西藏組織 我們也有跟他們聯絡 問題是我們始終是一個 比較中立一點 因為如果西藏組織 如果和他們一起 或者是太結合了 就被人誤會了 真的以爭取西藏那種權利 因為希望以民族之間 是一個大融和 所以有一個這樣的組織 就比我們代表西藏 或者代表中國政府 我想這個就不太好 加上香港地方來說 我們比較自由 我們發表的事情是溫和一點 而且有膽量說 不會擔心擔心擔心 是否則是否則是否則是 是否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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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事你不反對 你不反對通知 即是我們有權利用這種方法 順便不是順便批文 有很多東西 誰敢批下去 所以沒有辦法 我們知道實際情況 我們用回我們 連有能夠做到的情況 希望將以後的情況更加做得好